张无忌讨好赵敏的一句话,火遍网络,成00后红女孩必备神器,让大家都有最近正在热播的新版《以天图龙记》,刚开始多的时候就受到了非常大的热议,但是随着剧情的播出,这部电视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,而作为剧中男主的张无忌,是一位盖世英雄,为人光明磊落,但是在对待女人的方面总是被骗,毕竟其中有非常多的女孩喜欢她。 所以没有一点哄女孩的手段怎么能行呢?比如说,赵敏她就诡计多端,曾经多次玩弄张无忌于鼓掌之间,所以,张无忌对于她是又爱又恨,而对于周志若来说,她刚开始的本性,是比较恩柔善良的,所以,在受到其他弟子欺负的时候,并没有更多的怨言,但是张无忌看到之后,想要去救她,但是,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不能妄自行动, 所以在赵敏出面就下之后,竟要求张无忌叫她一声好姐姐。但是作为一教之主,张无忌肯定是不愿意的,毕竟这一看,就是赵敏又在戏弄她了,但是虽然说是张无忌有千般的不愿意,但是在面对自己喜欢的女生的时候,又不得不妥协, 所以,就叫了赵敏一声好姐姐,但是没想到张无忌这样有一句无心的话,居然火遍了网络,导致现在很多零零后,在哄女孩子的时候都会叫上这么一句,毕竟女孩再怎么生气,听到这样的话心中的怨气也会消耗不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